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的女人愿意嫁入豪门就是图荣华富贵 不过嫁入豪门也是有一定的代价 就是不可能再像过去一样出来工作 家中财政大权自己说了不算 不过也有人喜欢嫁入平民百姓家 日子过得自由自在 比较成功的蔡绍芬 虽然没有过上傅太太生活 但是过得很快乐 只能说嫁入豪门的港姐 日子过得好坏与否 也要看夫家如何安排 近期1981年港姐亚军 钱惠仪宣布离婚 原因就是新人上位 只闻新人笑 哪闻旧人哭 就是说这句话 9月27日 钱惠仪和富豪老公马清阳宣布离婚 他发出声明 痛了 累了 心碎了 这首歌正好代表我过去四年来的心情 今天 我决定重新出发 向一段逝去的爱情及27年的婚姻 正式告别 请 以后不要再叫我马太 谢谢 据悉 两人将在12月上庭 其实这一对夫妻并不是在今天才出现问题的 早在2018年 两人就传出婚变的消息 那时候是因为马清阳疑似出轨 被爆料出 何比他们孩子还小的乌克兰籍金发女模走到了一起 但是对于这个怀疑 当时的马清阳十分坚决地否认了 还口口声声称 他与妻子不会离婚 结果仅仅过了四年 就要逼妻子给心欢让位了 特别是有报道称 马清阳为了离婚 各种逼迫钱惠仪 让他搬出主卧 睡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小黑房间 里面仅有一张折叠床 为此钱惠仪几乎每日以泪洗面 在也无法忍受的情况下 终于同意了离婚 说起钱惠仪 也是很有名的桃花港姐了 她毕业于加拿大哥伦比亚书院 擅长芭蕾舞和钢琴 算是多才多艺的美女 1981年 她参加了香港小姐 并且得了继军 结果冠军罗佩芝因为虚报年龄 那年罗佩芝26岁 当港姐要求参赛者25岁以下 被释夺了冠军名号 所以钱惠仪就从继军 一跃变成了亚军 之后她签约TVB 顺利进入了演艺圈 然而她入圈好像不是奔着工作去的 而是为了谈恋爱 还没有什么名气的时候 就与陈庆祥 何守信等人频频传出绯闻 拍第一部电视剧《花心大哨》的时候 又和珍妮的老公复生被传有暧昧 稍微戏份多点的角色 也就是迁到亚社后参演的电视剧《咬错七段情》 在演艺圈实在没什么发展 她选择在1990年正式退圈 移居到了加拿大 直到93年 钱惠仪又回到了香港 认识了富商马庆阳 并且在1995年与其结婚 加入豪门本就是很多港姐的选择 钱惠仪也算是挺幸福 顺顺利利当上阔态 还在97年 00年 03年 分别生下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马庆阳是香港大声银行创始人 马锦灿家族的人 妥妥的豪门之后 前任在了一片森林 后人还担心没地方乘凉 就算痴迷于赛车 马庆阳还是顺利成为了大声地缠的董事 要说马庆阳喜欢赛车 还算是个正经的爱好 他那有名的哥哥马庆伟 就有些花花公子的意思了 马庆伟曾娶过女星陈美琪 但婚内又搭上关之林 结果陈美琪被气得流产 终身不能生育 立马与她离了婚 马庆伟后来娶了薛芷伦 生了三个孩子 结果又因为张花惹草离了婚 相对于和陈美琪劳死不相往来 马庆伟对薛芷伦还算上心 对方患病之后 马上即是伸出援助之手 请了不少好医生 悉心照顾她 直到对方康复 这么做可能顾忌两个人有孩子 不想要让孩子过早失去母亲 据报道 钱惠仪曾和当过轴里的薛芷伦还结过院 事员两人同场活动 见了面互不理睬 钱惠仪甚至和媒体直接表示 她和薛芷伦很少联系 除了轴里之间不合 钱惠仪和母亲也曾因为钱 而发生了很大的矛盾 在1994年 钱惠仪曾和父母 合买了一间价值600多万港元的单位 贷款由钱惠仪独自负责 但是在三年后 他们准备卖掉这个单位的时候 因为分钱不均 有所分歧 房子就没卖出去 到了1998年 钱惠仪的父亲 钱志强突然跪于他家门外 想要追回当初支付的150万港元首付 1999年 房子因断供 被银行收回 又被低价卖出 钱惠仪在被银行追欠款的情况下 申请了破产 因为钱惠仪明信的身份 引起了大批媒体的采访 外界那是议论纷纷 说啥都有 事情真相 只有当事人清楚 这套房子被银行收回 钱惠仪也被银行追债 单方面申请破产 因为此事闹得沸沸扬扬 马家在香港 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一夜之间成为别人的笑柄 钱惠仪在夫家承担压力非常的大 忍无可忍 痛斥父亲是吸血鬼 而马清阳也指责岳父 故意扮可怜 还指责岳母一手导演此事 因为这件事 女方宣布与父母断绝了来往 大家各过各的 很长一段时间 钱惠仪只和弟弟又来往 和父母没有联系 之后到了2001年 双方矛盾加深 钱惠仪的弟弟 钱俊雄 因因服药猝死 钱惠仪直接和父母对骂 说弟弟吃药 是有人一手造成的 直到09年 母亲自杀去世 才让钱惠仪和家人关系 有所好转 钱惠仪为母亲办了葬礼 处理了后事 并按照母亲遗愿 将他与弟弟和葬仪处 也许因为娘家 只剩下一个亲人了 事隔13年 钱惠仪与前妇 也忠于兵事前嫌 还曾被拍到 父亲节一起去逛街买礼物 在这十几年里 马庆阳还算是个合格的老公 一直站在妻子 钱惠仪这边表示支持 他和马庆阳婚姻 截止2018年 过得还是很幸福 感情很不错 两个人生育两个儿子 一个女儿 那时还被人们羡慕 豪门当中 儿媳妇过得不容易 大多数都是隐居在幕后 很少有人出现在前面 特别是娱乐圈中女艺人 钱惠仪也是如此 一直安心做富家太太生活 安心照顾好家中家人 行时会陪着老公出去参加宴会 扮演一对恩爱夫妻 因为有大哥管理公司 夫妻二人相对来讲 压力没有那么大 丈夫因为赛车 她也会陪着一起去 为她加油打气 但是这一切到了2018年 算是截然而止 男方出轨一个乌克兰模特币 这个模特长相颜值非常高 比男方孩子年龄还小 无疑就是马清阳新欢 马清阳被爆出婚内出轨之后 还坚持不会离婚 事情不是真的 不过私底下 他就向钱惠仪提出离婚 还表示想要和小三结婚 钱惠仪当时顾及到孩子 并没有同意 谁知道 这男人真狠 直接逼着太太搬出主卧 这代表着不承认她女主人地位 经过四年的扯皮 钱福丝毫没有回头的意思 这让女方意识到 事情不可能回头 果断选择放弃这段婚姻 目前两个人正在办手续 考虑到香港离婚需要一年时间 目前还没有完成手续 12月底将会上法庭 商量离婚的条件 就在女方宣布离婚消息后 那个小三还在社交媒体晒照片 特意画上小心心 不过说真心话 就算人家离婚 恐怕也不会娶你 有媒体查过这个女人资料 一查 真的很有来头 就是最强小三 刘碧丽师妹 网友直呼 真的是一样的套路 不过这位好歹哄的男人 为她离婚 看她挑衅原配态度 确实比刘碧丽还要厉害 原来都是同出一门 这个女人不是个省油的灯 2013年来到香港发展做模特 虽然工作量不大 但是日子过得十分优渥 这钱从哪里来 相信大家都能猜得出来 并且她经纪公司老板 还是刘碧丽 大家感叹 真是家学渊源 豪门还是顾及脸面 一个超模嫁入豪门 感觉不太妥 如果男方执意要娶 恐怕家族就会出面干涉 被扫地出门都有可能 毕竟刘碧丽那事 在香港豪门早就引起不小反应 都是当成笑话来谈 马家除非不要面子 否则不可能接受 她小三干的事 也不是好女人做的事 注定这辈子只能做情人的份 至于前会议离婚 有网友吐槽多咬赡养费 否则太亏了 自从她嫁入豪门之后 一直没有出去工作 收入肯定不算太高 否则早就轻松摆脱 吸血鬼父母 何至于闹得如此难堪 仔细看前会议现在颜值 有些人实在搞不懂前夫 为啥要离婚 只能说豪门生活 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容易 想要在这里好好生活下去 还是靠自己 男人不是你生活全部 但是钱可以保证这辈子生活 从马庆岩被爆出新婚到现在 两人已经互相折磨了四年 没想到在即将奔溜的时候 她还要面对丈夫的出轨背叛 不管怎样 希望她能尽快收拾心情 和前夫一别两宽 各自安好 好好面对未来的一切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